日前袭击中国河北省桌州的洪涝虽然开始退去 但是对当地灾民来说 苦难其实从获救的那一刻才开始 他们哭诉 这场大水灾让毫无防备的他们措手不及 所有财产一席之间化为乌有 如今连一碗泡面的钱也不敢花 才能够省下一丁点积蓄重建家园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受到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 有的人问我有没有保险 我明确说我是没有上保险的 因为我觉得从思想意识当中是 这个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水灾的 我可能今天我吃一桶泡面是你们捐给我的 接下来我省下来的这一桶泡面先 我就可以买一罐地砖 我就可以买一罐砖 重建我们的家 现在我们的家是没有了 所以我也理解你们 可能说大家赚钱都不容易 凭什么你们有手有脚用我们捐 用我们捐给你们呀 所以我就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的困难是从现在才开始 周周市的灾民昨天告诉记者 这场洪灾造成的损失 比新冠疫情三年来的总和还多 无论是平民或商家损失从上万令吉起跳 当地政府透露 多达数百条桥梁和几百公里的道路都毁于一旦 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一百七十亿元 或约一百亿令吉 超大豪雨加上杜苏瑞台风造成的洪灾 目前已经导致将近二十人丧命 超过六十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未经许的药一旦宣器 可怜中原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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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